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啊一樣 第一個步驟要先做什麼 是不是配方 再講一次 配方的話 是不是要配跟X有關的對不對 所以呢把誰要先移過去 1-1 對 我把1要先移過去 移過去是不是會變負1對不對 這裡麻煩你在寫的時候 欸你抬頭看一下 模仿能力強一點 你這裡移過去有空位 你就不要把它等號再寫過來 等號盡量都是對齊的好不好 然後呢 請你看一下 我想要把它寫成X加多少 那你想中間這裡 中間這邊是2ab 這裡是a平方加2 a是不是就是X對不對 請問B你看得出來是多少嗎 乘1 2乘以多少才會等於3 1 2乘以1會等於3喔 你怎麼算 2分之3 所以你的B通常都是中間這個數字 除以2 記得我講的喔 你的這個B 你的B到底是多少 你這裡不是要放A加B嗎 你的B通常都是中間這個數字 除以2 為什麼要除以2 因為你要乘以2之後 才會得到中間的這個2ab 對不對 所以這邊你是不是 來要放的是誰 要補誰 對 A平方加2ab 2ab 這裡是不是要放的是B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不是要放B平方就是4分之9 這個4分之9是我多怎樣 多加的 所以另外這邊是不是也要補4分之9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是不是寫好了之後 再去計算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 我要把這邊合併成 X A加B 括號平方 會等於多少 負1加它 這個加起來是多少 4分之5 對 4分之5 然後這邊你們就會算啦 怎麼樣去平方 左右同時 那我答案很奇怪耶 左右同時怎樣 開根號 開根號 所以還不要寫喔 因為下面的計算有點囉嗦喔 正負根號多少 4分之5 請問誰可以開出來 誰不能開出來 4可以開出來變多少 正負2分之根號5 根號5開不出來 可不可以 然後呢 原本是加2分之3 我是不是就把這個2分之3移過去 先不要低頭 2分之3移過去 是不是變負的 對不對 啊分母是不是都是2 所以我是不是直接合併寫成2分之負3 加減根號5 我先說喔 這是因為分母都是2喔 你2分之3移過去又變負的2分之3 所以你這邊就是負3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答案就是x等於2分之3 所以答案就是x等於2分之3 加減根號5 這樣有沒有問題 寫起來 聽得懂嗎 有人好像寫對了喔 誰聽不懂 來會的人我再除一題 不用不用除一題啊 那個旁邊29題我們還沒講 會的人就寫寫看29題 我今天會考5題 這邊的題目考5 就這邊的5題啊 可以嗎 可以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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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